康家伟不会忘记许晶晶的 喜记天永远永远是康家伟 最好的朋友 他们拿我当女神 是因为我有距离感 可是我只想像你一样 有很多很多知心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其实 根本就没有朋友 好 许晶晶 你就像是这个酸菜鱼里的酸菜 你确定不是在骂我 只配做一盘退菜吗 可能没人都会觉得 酸菜鱼里鱼片才是主角 但其实你去问问那些 真正爱吃酸菜鱼的人 他们最喜欢的都是酸菜 而且他们都会因为酸菜 而点这道菜 没那么夸张吧 可是这就是事实啊 酸菜跟鱼片的战争里 鱼片从来都没赢过 就像我跟你一样 我跟你 得了吧 你光听名字就赢了 你光听名字就赢了 虽然我们俩名字差不多吧 你看 徐晶晶 这名字一听起来 就比徐晶晶要高级很多 而且 你长得又漂亮 学习又好 还会跳舞 像我们这种酸菜 你仰望都来不及呢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原罪的事吗 你的第二个原罪 就是可爱 在这个世界上 优秀根本就敌不过可爱 徐晶晶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 优秀也是一转可爱啊 因为可爱他分很多种 你看大鹏也很可爱 因为他整天傻傻憨憨的 小白也很可爱啊 因为他总是无条件地 站在我身边 高占呢 高占也挺可爱的 因为他根本不懂 女孩子的心思 还有 还有很多很多 你看天空也很可爱 因为他很高 很蓝 大地也很可爱 因为他很大 很实 对吧 还有很多很多 你看小狗也很可爱 绿色也很可爱 所以说 如果酸菜可爱的话 那鱼片也一定可爱 徐晶晶 你知不知道 今天商场里面 有多少人喜欢你 有多少人是为你而来啊 他们的掌声都是送给你 所以 只有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做自己的时候 才是最可爱的 真的吗 当然了 你跳舞的时候 真的很有魅力 喜剑姐 答应我啊 忘掉之前所有的不愉快 只记得今天的掌声 和欢呼 好吧 回去吧 嗯 徐晶晶 你呢 退堂鼓这个账号 我可以留着吗 我知道那是我的黑历史 但是黑历史也是历史 做自己 就要从接受昨天的自己开始 做自己就要接受 等一下我记一下啊 这是个金句 今天真的谢谢你 不用说谢谢 你都说了一路了 我是真心的 我觉得咱们俩 要是因为再说下去 就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一会儿就得来一个拥抱 不是吧 那我回家了 回去吧 嗯 拜拜 行行行 看来两个人聊得挺走心啊 你不是说你回家了吗 没有 我觉得吧 参与你们两个人的谈话 不太合适 但是呢 这瓜不吃 我怎么舍得回家呢 是吗 你不会一直跟踪我们俩吧 我可没跟踪你们啊 我刚才去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对了 你们两个到底聊得怎么样了 会晤成功 你们俩真没事啊 那怎么样 我们俩还得扭在一块儿 扯头发打架啊 没事就行 那她有没有说她为什么这么做啊 具体细节呢 你就不用知道了 不过从今天起 徐静静就会跟以前不一样 你刚才说你刚才去做什么更重要的事 狗子 想要吗 可以 但是 你高山就在座里面想要给你 高山 小楠 你 你 你就是怎么 你就是怎么 成长的背影 留下痕迹 追梦的声音 那么轻易 上 打 再车 你 闪亮的眼睛 带来光影 陪伴我前行 勇敢的大步向前吧 就这样做吧 你真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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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呀 下个礼拜开学 我们俩就不能坐同桌了 干吗 高三了还想操我作业啊 才不是呢 我可解放了 也不知道理科班谁受得了当你同桌 又自恋又骄傲 话又多烦死了 我才解放了呢 不用天天帮某人解题了 终于可以一个人清静清静了 那 你有了新同桌 我 你会不会忘了我 你不是也要有新同桌了吗 我可是会经常去理科班 骚扰你的 欢迎骚扰 不早了啊 回家吧 明天得上课呢 康家伟 来 谢谢你 你说那狗子呀 没抓几次就抓着了 不用信 谁说你不是独角了 许晶晶你就是主角 你屁屁子画那么好 跆拳道打那么棒 你风趣幽默善良勇敢 你一点也不符合 干嘛非得在意别人的眼光呢 纯纯匆匆落下了句点 每只早选 几经给你记住 你永远都是你人生聚光灯下 真正的主角 你永远都是你人生聚光灯下的宣言 虽然红着眼 也微笑再见 谢谢你 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谢谢你 让我成为更帅的自己 不过你答应我 有了新同桌以后 千万不能忘了我 不会忘记你的 屏幕剪 康家伟不会忘记许晶晶的 喜记忆有远有远是康家伟 最好的朋友